警方在屯門打擊青少年犯罪 拘捕了60人 涉嫌販毒、盜竊和刑毀等 近一半人未成年 最小只有12歲 警方在行動中 堵破專門招待青少年的酒吧 武器庫和毒品快餐車 減獲幾百支酒 斧頭和開山刀等的武器 以及21盒毒品 和大約11萬的販毒收益 一連八日的搭影行動 一共拘捕了60人 年齡介乎12到49歲 18歲以下的有24人 15人是學生 其他報稱無業 7人有黑社會背景 被捕人士涉嫌襲擊 製造成身體傷害 盜竊和刑毀等 大部分獲准保釋 暫時有3人被控犯毒 這些人士通常 我們的調查顯示 都是在一些網上 一些社交媒體 去招攬一些買家 而他們通常都是向青少年 下手的去招攬 談好之後 就會用一輛快山車 去將毒品送去一些區內 比較少人去的地方 警方說已經將被捕青年 轉介給非政府機構 給社工接見和適時介入 減少重返的機會 武士免事記者一流轉玉不得 你找到沒選擇 感谢观看